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勇猛善战 书生典兵 为官有道 为正有心 他是清代文人封武侯第一人 毛泽东称赞说 于于近人 独服曾文正 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 也是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 敬请关注讲武堂即将播出 新日作家张瑞强深度解读 书生典兵之舞 曾国藩 张瑞强 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长期致力于军事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 著有歇害革命后 名将之死 战车时代的战争 骑兵时代的战争 火气时代的战争 前言道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蒋武堂 有这么一个书生 如果不是他 大清王朝要短寿六十年 因为他横空出世 力挽狂澜 帅领乡军 平定了太平军 所以才有了所谓的同志中心 这有书生 但是湖南乡乡人 曾国藩 月露书院 去过来都知道 那上面有个很著名的队链 叫为楚有才 于私为胜 很多人看了不服气 那怎么为楚有才啊 只有楚力处人才吗 这其实是个误解 为和于都是语气词 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种含义 今天人这个古文的素养啊 确实流失的差不多了 所以才有误解 可是我们如果要考证史时啊 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史 现代史的影响 那可真是不小 曾国藩呢 他算是个带头人 从他以后啊 影响历史的人物 一个接一个 具体都有谁呢 大家心里都有数 我就不一一列去 曾国藩确实很了不起 论文 他的古文啊 说他一同城派 然后自成一家 论学文呢 他是大儒 著名的理学家 要论武功啊 他创业的乡军 挽救了晚亲 大亲王朝 他挽救了 换句话说呢 他又是一位 真正立德 立言 立功 真三不朽的人物 对中国现代当代 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物 按照时间顺序呢 先有蒋介石 后有毛泽东 他们是政治上的对头 但是啊 说到曾国藩 他们都很服气 都很推崇 其实啊 曾国藩智商平平 绝对谈不上什么 天重之才 有人说他是背小孩 连续考了七年 才考上秀才 梁启超说过 文正 顾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 在病实诸贤结中 称最短顿 跟当时的豪杰相比啊 他是最笨 左东堂那个人很有意思 他向来瞧不起曾国藩 一再批评他 缺乏财气 说他财短 欠财略 于兵机啊 没苦顿治 曾国藩自己他也不否认 他自己也说 武生平 短于财 这就很有意思了 一个人有财 他建功立业 史册流放 那很正常 水到渠成吗 顺理成章吗 一个人他没有慧根 也能不朽 这也很有意思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 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的人生智慧 影响了许多中国人 他一生毁于参半 但他清廉耿介 尤其是早年 这也是他经典的正人君子做派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取得旷世成就 却是因为他不再清廉耿介 他虽然对自己还是严格要求 清廉自首 但对别人独职贪工 却视而不尽 甚至作用 一切都有历史根据 1840年 我们都知道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野 也是曾国藩的人生的分野 那一年 亚太阳战跟爆发了 曾国藩呢 也正式当了官 两年之前 也是道光18年 曾国藩考中了晋士 电视成绩不太好 是三甲 第四圣 是同晋士出身 虽然考中了晋士 但还不能马上当官 还要进入汉林院 继续学习 当汉林院数级士 说是学习三年 其实也没那么长 两个年头之后 那就正式出世 当了从九品的汉林院检讨 虽然是汉林关中 最低的一级 但是没关系 汉林院是人才储备库 很多人都是从这出发 最终集成一品大院 单单的当官 曾国藩非常成功 怎么成功呢 他只用十年时间 但从从九品 升到正二品 那李布市了 相当于文化部 教育部副部长 金关虽然很风光 但是工资待遇太低了 地方的主官 就所谓的正硬官 他都有养联银 但是他工资输入了十几倍 甚至几十倍 金关不行了 没有 可能只能享受双负 工资翻翻 即便这样 还是少得可怜 还是不够 曾国藩这个副部长 年凤多少呢 三百一十两银子 外加三百一十户米 他自己说 凤银三百两 饭银一百两 这点收入啊 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生活 你长安米贵吗 白鱼不易吗 所以经常借贷 借钱 在北京啊 我们知道要租房啊 要顾仆人啊 车马啊 朋友交友啊 吃个饭啊 什么不需要钱 所以中国藩大师 也很着急 他特别希望改善生活 怎么样改善呢 你得派个外差 出一趟公差 这样就能有很多收入 这些收入呢 可能不合法 但也不算贪污 那就是所谓的灰色收入 大家都这么干 咸丰二年 也就是公元1852年 曾国藩得到了一个机会 要去江西担任主考官 这个态势如果能顺利办下来 按各级官员的例行讳资 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以前他去过四川 当过主考 得到了好几千两银子的好处费 这回接到朝明 他兴冲冲的赶去赴任 样而迎接他的 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从他半道呢 接到消息 他母亲病死了 有理智规定呢 那这时候就不能办差了 那赶紧回家奔丧啊 不但要奔丧 后面还要守治三年 实际是27个月 在27个月里头 不能当官了 守孝 这对中国藩 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 怎么说呢 他在北京的家人啊 还要算计算计 咱回家这个路费够不够 没办法 曾国藩的料理完了 母亲的丧事啊 瞧 朝廷又下昭令了 给他拆施了 干什么呢 让他辅佐 湖南巡抚 在家乡办团练 训练民兵 我们知道那时候 太平天国 这个运动起来了 长毛起来了 他们叫长毛 也就是太平军 既然朝廷有令 那他就干了 曾国藩本来就兴有大志嘛 西方干点实事嘛 现在机会来了 那就干 他马上走马上任 他在长沙 干的热火朝天 激情澎湃 我们越想干点大事啊 就必须突破好多规矩 现成的规矩 历朝历代都是这样 当年在长沙的曾国藩 也是这样的 赵密呢 是让他的辅佐巡抚 办团练 就是原地训练民兵 保近安民 团练呢 他不是军队 不是正规军 也不能出境作战 但是曾国藩 扑破了这个底线 没有没守成规 他知道这样成不了事 所以他最终组建成军呢 不是团练 而是永银 什么是永银啊 永银啊 他是建国兵和团练之间的一种武装组织形态 清朝的兵呢 也就是正规军呢 叫精致的兵 就是国家精力编制的武装 主要分为八旗和鹿银两类 是常备军 各类永银 都是因为临时有战事 临时需要 临时组建 结束完了呢 战事结束了呢 就解散了 曾国藩在这儿啊 他移花结末 他略为改动了 最后他炼成的是乡军 也就是永银 当时有很多人 奉着办团练 甚至有一个是 有好几个人 但是最终啊 只有曾国藩成了气候 这大概是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敢突破底线 他有想法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胆子很大 或者说他很有主见 很有担当 不仅如此 他还非常狠 帮办团练的重要任务 是维持地方治安 太平军起始之后 朝政本来就很腐败 官吏横行霸道 各地的百姓纷纷响应 当时维护地方稳定 是要务 曾国藩又是怎么干的呢 这时候啊 他的讲究啊 他的法则啊 那可不是儒家的人数之道 而是法家的治乱事 用重点 他挂了个审案局的牌子 就开始现场办公 下个命令 你地方上反正有土匪啊 流氓啊 抢劫犯啊 你抓获之后 你不用通过州县 你直接送到我这儿来 送到审案局 我来处理 怎么处理啊 是不是要请律师啊 写个状子啊 那法庭上抗辩啊 统统不要 不需要证据 不需要原因 法律条文 完全按照举报者举报的罪名 说你是什么罪 就是什么罪 处理办法也简单 三种 第一 直接砍头 第二呢 乱棍打死 第三 施以鞭刑 鞭刑听起来轻一点 但是抽起来也很狠 简直要人命 非常残酷 你也感觉生不如死 短短四个月之内啊 曾国藩砍头了一百零四人 仗杀了两个 另外还有三十一个呢 死于欲众 因为这个缘故啊 后来还得了个美称 叫什么呢 增剔头 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 曾国藩呢 又胆大又心狠 当然啊 这可能就是他城市的性格基础 谁能成事 对吧 不是谁都能成事 有句话叫义不理财吗 死不长兵啊 指挥作战 必须得手拉心 富人之辞不行 问题在于啊 一枚钱币总有个正反两面 他是团练大臣的 但是他这个团练大臣的手呢 身体有点长 这审案局就是个例子 你想一想啊 这个抓犯人放犯人 这个多么广阔的权力寻租空间呢 对吧 你在本来呢 还是周县官 在他们的设生之内 他们管的 他们的权力 诶 这么反正来了就杀 杀得很顺手啊 社会治安呢 肯定会有手好转 人家害怕嘛 但是肯定很多官员 他的镜像少了 他的灰色收入少了 这还是一方面 曾国藩呢 还把手伸到陆营兵那里 曾国藩兼任过兵部侍郎 这些弊端他很清楚 所以他在长沙办团练的时候 下了道命令 让长沙的陆营兵 得跟他一起训练 每个月三八两天 跟他一起会操 陆营兵那些揽兵堕将 谁愿意出来训练呢 所以他们处处不支持 甚至反对 曾国藩非常的生气 马上上了道折子 弹劾长沙邪妇讲德卿 前方皇帝倒是很给面子 同意将德卿撤职 然而一时激起千重了 德卿撤职啊 没有啊 增加曾国藩的威信 调和双方的矛盾 反而呢 让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我们知道 陆营在戈省的最高长官 称为提督 他们都是汉人 德卿的上司呢 他在上司啊 就是湖南提督 抱起抱 抱起抱 很讨厌曾国藩多事 他下了个命令 他说要没有我的命令 你是要去参加曾国藩的会操 咱们军棍伺候 他就一挑挑出鼓动啊 这个陆营相军的矛盾 越来越激烈 陆云斌呢 最后的时候 他包围了曾国藩的公馆 鼓噪 闹事 他揍他 曾国藩当时住到在哪啊 他住在湖南巡抚衙门的社府 跟那巡抚的衙属呢 一墙之隔 闹这么大的事 巡抚洛宾章 湖南巡抚洛宾章 他不可能毫不知情啊 这么大的动静 他怎么不知道 但是直到曾国藩上来扣门求援 他才出面干涉 堂堂二居大员 你好像被丘巴殴打 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你得说出去 这话他好说不好听啊 曾国藩明白 他自己换了官场的规御 已经引起众目了 这个湖南啊 大小官员 不可能支持他 这个生态环境不适合他 怎么办呢 咱走 离开长沙 往南走 到衡阳 到那去专心练兵 当了十几年官 曾国藩 他当然知道 军队的腐败是多方面的 训练不足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就是待遇太低了 官兵们靠那点钱 他养活不了家人 他只能动别的心思 对吧 所以啊 他组建乡军的 首先就是利益驱动 大幅度提高官兵待遇 所谓重赏之下 又有勇富吗 你念的不是勇赢吗 那陆云士兵 每月的平均心想是多少呢 一两三前六分 另外有百米三斗 就这些东西 你必须用它养家糊口 饿死了 你活该 你自己得吃 这肯定不够嘛 曾国藩创立的乡军 他政勇啊 是一天 一前四分 每个月呢 是四两二前 比陆云的马兵多一倍 战兵多三倍 守兵多四倍 乡军的军官 也是实行高薪养帘制度 陆云啊 就是陆军的银官 每月五十两 因为还有一百五十两呢 是办公费 这相当于陆云参将的月份的两倍半 你参将还高这么多 是首倍的六倍 乡军的少官 每月的月份是九两 少长是六两 师长呢 四两八千 样样都比陆云兵强 这三样官职啊 乡军的三样官职啊 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连长 排长和班长 钱是一方面 人 也是一方面 中国班建军 他一个总体构想 是什么呢 选世子 领山龙 选择读书人统兵 只会两名 读书人呢 现在乡军当军官呢 你能满足四个条件 不是谁来都行的 第一 你才堪致民 你自己有本事 对吧 你管得住他 管得好他们 第二呢 他不怕死 他勇敢 第三啊 你能不积极名利 第四呢 要耐受辛苦 这四者缺一不可 军员呢 要什么呢 要山农 山里的农民 朴实健壮的良民 而是滑遍 游族 市井户的 坚决不要 老兵游的流氓头子 不要 有些人呢 他是不进军营 就得进监狱 这样的人啊 也许你能进露营 但是我们乡军不要 我们不要 除了这一点呢 还有一点 格外紧要 这是什么呢 他就是各级官长跟士兵 大都是相礼相亲 甚至还有 还是兄弟指质 亲戚关系 创立水师的时候啊 曾经有一个民族要求 我招募四千兵 我只要乡乡人 外人不要 尽管呢 最后没有能做到 但是乡军呢 还是以乡乡人和宝庆人为主 以阴官对官啊 跟手下的士兵呢 不仅是乡里乡亲 甚至还有 有亲戚关系 在时候的亲情相情呢 他都是战斗力的凝结计 联合计 另外呢 曾国发还有一个创决 就是建立了常夫这个兵种 常夫不是战兵 我不打仗 主要负责什么呢 随军运输 你扎营之后呢 你筑枪挖钩 你扎营吗 这牢以我做 设置常夫有什么好处呢 一方面 你后勤保障能力和水平提高了 一方面呢 避免扰迷了嘛 分战兵之劳 后人有天下无乡不成军之说 曾国藩创立的乡军 分陆军水深两种 士兵则招募 乡乡一带农民为主 新凤高于陆营三倍左右 乡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全军将帅连勇 军纪严明 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 亦是乡军为阵天下 那么曾国藩又是如何严格训练 严格要求的呢 兵马招来了 关键得于训练 训有两段 第一呢 是训盈归 第二是训家归 练呢 也有两段 也有两个方面 一是连技艺 第二是连阵法 曾国藩对他们的要求很严格 各哨每天站墙子 点名啊 看钞 两次 训盈归家归 更有意思 曾国藩自己亲着动手 写了一首爱民歌 在云中交唱 歌词很有意思 我跟你们念听听啊 三军各个仔细听 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人 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银不偷懒 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 莫踹荷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压和鸡 莫进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 夜夜总要织帐房 莫进城市进店铺 莫向乡间借村张 无钱莫扯道边菜 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 切莫鲁人当偿夫 第三号令要生民 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 总是百姓来受害 获走大家 额前文 获走小家 调妇人 爱民之君处处喜 扰民之君处处闲 君士与民如一家 千计不可欺负他 你们听了会不会觉得很熟悉 对吧 他用这样通俗欲懂的歌曲的提倡纪律 曾公帆是个创业 后来很多人笑话 三大纪律八项主义 跟这个道理是类似的 也是从这来的 曾公帆就这样强化训练 很快训练出了金锐这事 多少人呢 一万七千人 练好了 也得用 这跟太平军打 但是事情从来没有一帆风顺 干大事 尤其是这样 曾公帆在岳阳 一次造业太平军 不是初战告捷 而是初战实力 折上了一千多人 曾公帆打了败仗 觉得没脸进长商 沈城的官员呢 个个都懂得看他笑话 曾剃头 你有本事 怎么样 怎么办呢 曾公帆就率领石银水军 国中相江 我不进城 我就住在江边 就住在江上 巡抚洛敏 有一次外出拜客 你外面来的客人 你地主之仪 你得去看看 这是客人的船 比曾公帆的船不远 曾公帆 看到洛敏章 他就是过而不入 你这什么意思 很清楚 曾公帆他不是笨蛋 很清楚 官场的规矩 他不懂吗 他懂 所以这时候 曾公帆就做了一个举动 他的进港之败 应该就跟这有关系 跟这个耻辱一关 你要消除耻辱 让别人尊重你 怎么办 打胜仗啊 曾公帆呢 召集大家商议 决定先打呢 湘坦 这样即便战败了呢 我可以退手横扬 彭于林呢 就带着五银水尸 先走了 约令呢 曾公帆第二天走 但是彭于林的部队刚走啊 长沙湘团 就是民团过来报告 说进港的敌军呢 只有几百人 而且疏于防范 我们已经把福桥下好了 对吧 只等大人您出兵 马上建功 进港在哪 在长沙西北 于长沙呢 大约六七十里路 是滋江汇入香水的入口 曾公帆决定啊 接到报告来 他决定马上就改变计划 攻击进港 这个决定不是全票通过 就李元斗就坚决反对 他说已经分辨相谈了 早晚必有捷报 在这个地方 不容轻举妄动 但中共还没有踩呢 不听 没听 他呢 就写好了仪表遗嘱 交通给李元斗 然后呢 帅军出发了 他准备啊 水路加进 水尸也有 陆军也有 可是他水尸刚到进港 便遭迎头痛击 那边派平军的力量很强大 不是只有几百人 中国反对旗舰都受到直接威胁 没法进 他正在后退 水尸打败了 路上怎么样 路师跟团丁 跟派平军结战之后 也没占到上风 别再退 他们那个服桥 都用门板窗板之类的东西 搭建起来 他也不动作牢固 他又打了败仗 乱平争斗 逃命 急着逃命 很多人落水 就会淹死了上百几 哎呀 曾经看着 不断败的 下令 没令他斩 杀了几个头也不行 就止不住了 他觉得实在没脸见 他决定投活自己 不活了 索性啊 不想救起来 经过这个惨败啊 打了这么大的大败仗吗 他在长沙更是灰头土脸 索性呢 哎 就这样说 乡坛打赢了 乡均的乡坛打赢了 主要是塔西部 率领的路师 就是路云 他的功劳 不管怎么样 谁的功劳 都是乡坛的功劳嘛 乡坛打赢了嘛 这个进港的赤卢 洗血了 没有了 曾国藩就从此啊 就站了脚跟了 从那以后 他带领乡均 在两湖地区啊 跟太平军长期周旋 并且呢 顺利收复了 湖北的省城 武昌 捷报传到北京啊 咸红防律非常高兴 打了这么大的大胜仗吗 但是这时候有人提醒他 他怎么说呢 哎呀 曾国藩不过是个丁优在家的侍郎吗 正地一湖啊 竟然召集起来这么多人 战斗力这么强 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啊 什么意思 咸红明白啊 一听 人听莫然 不说话了 本来呢 已经班下圣旨了 让曾国藩处理啊 湖北巡抚 代理湖北巡抚 这时候马上改口 这个执意无效 曾国藩说到第一道 升官的圣旨啊 按照冠命 你有签证一番 你的瓷谢啊 结果这个 力行的程序啊 也引来了 责备 深斥 圣旨上这么说的啊 懒 正料如必辞 我知道你肯定要 慈谢 用念界整师东下 蜀府空有其名 故意降之 并如不拥福 蜀不被寻服 赏给并不是昂相 如此咒 虽不尽数固执 然观贤尽不出蜀府 好民之过上晓 为之之罪甚大 我严行深斥 谁也想不到 你谦让也有罪过 这个代理的湖北省长 当然不是空有其名啊 巡抚能调动地方啊 地方官听他的呀 只有他下令了 才能给乡君提供后寻知识 你钱粮哪来啊 但是在皇帝跟前 哪有多少道理讲呢 对吧 第一皇帝永远是对的 第二皇帝错的时候 参看第一条 曾国藩的平身工业 虽然以平定弘扬为最大 但是他跟太平军的 具体作战 哎呀还真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他这个人呢 我们前面说过 不是他笨吗 没有才吗 可能还真是这样 他打仗就是这样的 曾国藩指挥乡军 他是什么战略呢 叫结硬战 打呆仗 把银战修得很牢固 打呆仗 太平军的经常引诱 相续出来野战 曾国藩从来不理 他总是这样 用什么办法 类似巨蟒缠身的办法 不要用实力啊 把对手击垮 或者是拖垮 不仅如此啊 曾国藩甚至还怀疑啊 历代的兵书言过其实 曾国藩那可是博览群书的人 对吧 拜兵以后呢 肯定还要看很多兵书 可是啊 很奇怪 作战经验越丰富呢 他的兵书啊 越怀疑 他说 读书之于用兵 判若两途 古来民将 如前汉之韩信 曹参 后汉之黄浦松 朱骏 慰问其著书 七级光能著书 而战绩又甚平平 孙武 这不能自见其言 则老苏以机之意 曾国藩认为啊 读书跟作战是两个一事 你韩信那样的名将 没见他写兵书啊 七级光倒是有兵书 而战绩平平 苏群呢 就已经指出来 说孙武啊 不能自己验证自己的学说 可见呢 兵书不足为品 不能把他抬得过高 这就是曾国藩的观点 曾国藩虽然剿灭了太平军 但却并没有创造 足以写入战事的经典战力 在此期间 他打了三次大败仗 分别在岳阳 靖岗和湖口 有两次险些自杀 在齐门的日子 也很狼狈 尽管后来乡军攻破了南京 但可以这样说 曾国藩的主要敌人不是太平军 也不是后来的碾军 而是同事与朝廷 这种观点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 也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识人研究的共同看法 他晚年的时候一个秘书 叫赵烈文 他曾经这样总结 墓主的一生 他说呀 历年辛苦 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 与世俗文化战者 不斥十之五六 他是怎么样跟同事朝廷作战 那话说起来很有意思 攻下武昌以后 曾国藩的处境并没有改善 反倒引起了遗迹 后来他屯兵江西 他跟太平军周旋 还有跟当地官员周旋 比如江西巡抚陈其曼 哎呀 曾国藩就在累死了 正好在时候 他父亲病死了 他马上就抛下部队 回家奔上 他再有一点违反规定 你应该是先请示的 他是等于是边干边汇报 他要用手制 你这时候朝廷还要用人呢 那肯定不能放他走 不能让他手制 曾国藩呢 他就又上了一书 发牢骚 谈困难 言外之意啊 你叫我干可以 但是我得当巡抚 他呢 虽然是要官 要权 但是他的着眼点 不在于官位跟权力 是办事 结果谁知道 朝廷接到他的奏折 竟然顺水推舟 同意他守治三年 什么意思啊 相军虽然是你一手缔造的 但是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您自个儿回家自个儿玩吧 哎呀 这对孙国藩真是个巨大的打击啊 简直是五雷轰顶 咸丰八年 天津内讧之后啊 太平均的声势赋振 这个朝廷在说 没办法 只好再起行曾国藩 在一年半的蛰伏身扬 对曾国藩是个巨大的历练 学乖了 复出之后呢 一改往日的秉性脾气 起程之前呢 先给各位将军大员 一一写心之意 请求指振 到达长沙以后呢 主动败回当地的官员 甚至啊 连长沙县阳都没落下 这个七平官都没落下 过去 宗国藩呢 从来不烂报公寄 也不烂举人 随便推荐 他不干这事 攻下武昌的时候 才保举了三百人 受奖人数呢 占了那个总兵力的百分之三 狐狸一干这时候 他攻下武昌的时候 他举报多少人 他保举了三千多人呢 曾国藩这样做呢 本来呢 大语大儒啊 言行一致的风范嘛 说实话干实事嘛 也是遵守朝廷的法度啊 但是啊 下手不干 下手不满 结果这一年半的反思啊 曾国藩终于意识到了 不忘保举 不滥用钱 则人心不负 来成大事 只有一务之以名 隆之以利 才能让部下呢 扶手提二 这样才有战斗力啊 从来以后啊 武昌改了 他保举的武官 能够超过十万人 其中三平以上呢 都在万人以上 文官里面呢 有二十六个人 成了总督巡抚级别的官 方便大人 因为这人的提拔 虽然出自朝廷 但是毫无疑问 你曾国藩 不举荐的 是吧 那不行 不可能吧 曾国藩他自己 还跟以前一样 不贪财 不贪名 但是对于手下呢 我不这么要求了 言人累积了 宽一代人 他们贪度贪功啊 战后抢劫啊 他身体也不贪 换句话说呢 改了 完全改了 以前盼绕两人了 不过不当这样啊 他是清官啊 他外表上呢 丝毫没有道德优越感 他特别怕什么呀 他特别怕别人叫他清官 怕落下这个名声 他很清楚啊 这个名声非常好啊 但是这个帽子一戴啊 就马上啊 就会产生一个结果 别人都把自己视为一级分子 这是万里除农一脸红了 就你自己不一样 先淘汰你 你这时候存活都不可能 你还怎么样建功立业啊 可以这么说 曾国藩呢 是顺应腐败之后 才建立起来的不是功勋 他功下天津就在这付出之后 本来呢 他的青年耿介 是典型的呀 真诚的呀 愤怒青年 文学青年 他们的风范 问题是在从比进啊 让他练兵之处啊 处处碰壁 大如曾国藩 面临着 就是这样的窘境 尽管平定了太平天国 大清王朝 又苟延残喘了六十年 可是后来武昌的炮声一响 这个王朝 世界就黯然落幕了 好了 今天先讲的事 下面就是网络互动环节 有网友问 如何看待最近兴起的曾国藩社 曾国藩社 应该这么说 他有正常的一面 也有不正常的一面 不正常的一面呢 是什么呢 大家的左眼脸呢 都在于曾国藩的成功学 大家都想知道 他怎么样在腐败的环境中 跟上司同僚 斗智斗勇 最能胜出 我们可以这么说 曾国藩社 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了 当今社会 有两个现象很严重 第一呢 就是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第二呢 就是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 还有网友问 曾国藩的很多子女亲戚 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也造成了曾国藩家训 用书的走红 老师能否讲讲曾国藩的那些 有所成就的后人 以及曾国藩在教育方面 有哪些独到的地方 曾国藩的后裔啊 确实出了很多的名人 确实有很多人都有很大的成就 比如他的儿子曾继泽 曾继红 曾继泽是外交家 曾继红是数学家 他们呢 两个人后代又出了很多 很多名人 文化学者之类的 我想啊 曾国藩的家族呢 确实啊 曾国藩的后人啊 确实是很成功的 可以说呢 不如莫祖宗 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我想 第一呢 肯定首先他是他的家教比较好 他的家教怎么好 我觉得 总约为四个字 就是政治正确 曾国藩的家 他的家教啊 就真正回到了儒家的传统 正心诚意 是吧 踏踏实实 无无奢华 该他好好读书就好好读书 好好治家就好好治家 这是成功 是他们的后代能称才的 第一个保证 这是第一个基础 第二个基础呢 我们还应该看到 曾家毕竟是个大家族 曾国藩呢 和他的儿子都是为官 给他们创造了很好的 家庭环境和受教育的条件 你要说一个山里的穷农民 是吧 他饭都吃不上 他儿子他怎么上学 他怎么受教育 他怎么成才啊 对吧 还有网友问 请老师讲一讲 曾国藩与左宗棠李鸿章 与婉亲仲臣之间的交往 以及这些交往 与曾国藩政治生涯的影响 曾国藩跟左宗棠李鸿章 确实有很深的交往 但是啊 主要呢 是曾国藩提携左宗棠和李鸿章 左宗棠呢 这个人没有功名 没有考上进士 最后虽然也当了大官 但是这是曾国藩 积极推荐的结果 虽然他左宗棠也很有才 结果呢 左宗棠啊 我们前面说过 讲座里面说过 他啊 向来看不起曾国藩 就一直骂他 老批评他 不说骂吧 老批评他 一直到最后还一直在不断的批评他 但是曾国藩对左宗棠呢 他一直是比较客气 一直是比较公允吧 曾国藩后面 后面在左宗棠 西征新疆的时候 曾国藩还给了大力支持 对于李鸿章 李鸿章在家刚开始也是办团练 在家上办团练 走投无路了 团练没办好 走投无路了来投奔他 投奔曾国藩 他一辈子把曾国藩视为老师 曾国藩也是积极提携的 后面李鸿章也成了方便大员 要说影响的 主要是曾国藩影响他们俩 就是左宗棠跟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影响相对比较小 曾国藩毕竟他已经功成名就了 好 曾国藩我们先聊到这 在这几期讲座中 我们主要回顾了一些历史上那些很著名的之兵的文人 一方面他们是文臣 另一方面他们之兵 他们关心军国大事 关心国防 我想当今这个社会 经济高度发达 人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追求自己的梦想 追求享乐 追求舒服的生活 这本来也没什么不对的 本来也没什么不好的 我们国家也就是要为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但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想每个人还是要关心国防 每个人都要关心国防 因为国防是一个国家的事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事 只有这样形成了合力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识 我们这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第二炮瓶指挥学院 邵永宁教授深度解析 揭秘热点国家弹道导弹之一 美国三巨头